我在这说过评书的演员 没有一个知道下一个星期是谁说的 因为什么呢 说完这三个星期据说是有人在这盯着 回去向组织汇报 是哪场哪场卖票好啊 哪场人多啊 哪场说的怎么样 跟我们这个头儿 也就是我师父一说 然后他再安排 下星期回头让我这说 有可能下星期再来设计 不一定能看得着了 因为什么呢 他在一个他船底啊 下星期我们德恩一队 在三里屯演出 有想听下可以上那买票 在三里屯就设计这么一个问题 这地方离得太远 你看今天晚上 我那边前面比方说我开安场 今天晚上当然我没有节目 我那边开安场 然后走两步我到这说书了 高峰老师这说完赶紧回去就得换大褂 这马上就得上台 现在到二 到处第二个节目应该已经下来了 他马上就得上台 这个体力来说 我一般人盯不了 说评书一个钟头 咱说说评书有什么的呀 往这一坐 我还有个坐 你坐着说能比站着说还累吗 哎 比站着说还累 为什么 你看听评书 唯独说书啊 他得坐着 过去来说 咱们中国三教九流 三教如是道 九流分上九流 中九流 下九流 唯独这个说书 这算上九流 说书算命的 呃 三文两道 等等吧 这几个算上九流 说相声的 下九流 哈哈 这不是我订的啊 他的那个乞丐啊 妓女啊 哪都一行呢 包括 说头两年 我在天津上去校的时候 天津有这么一个说评书的园子 叫艳乐生平 不知道哪位去过啊 这个艳乐 这个园子很具传奇性 因为他当初演过 在解放前啊 在那说相声 就是一般的角啊 还不说好角 一般的角 有马三里 在那 一般的角 有马三里在那演 我还去过这个园子 在那还听过 那有人说评书 说评书后来就没有了 有人在那说相声 唱鼓曲 很小的一个园子 私营的 前面这个 也就做一个 比咱们这个园子大了多少 比咱们这个近身要深一些 宽窄 比咱们这稍微窄一点 也就成了 多了来说 能成一百人就了额了 那就已经做满了 然后出了门的话 二楼拐是一个妓院 一直到解放后 就到前两年 天津修地铁 拆之前 可是还是 楼上还有妓院 好 上世纪 解放前留下来的妓院 这个妓女也是解放前留下来的 老子不行了 我们都看 他们台上说像竟拿这个 我们就开玩笑 说我们黑话就杂瓜 竟拿这个杂瓜 说这大伙怎么怎么着 你楼上去 竟有这个包 后半咖 他这个后台 有这么一小块地方 这个地方是书馆 旁边有一锅炉房 那锅炉就在书馆里头 而且说像 他进后台了 得打这书馆里穿过去 那会儿我的师爷 金文生先生 也就是高峰老师 他的恩师 在那儿说评书 说这个书馆比咱们这儿就 那就小多了 也就乘了二三十人 差不多 可过去来说 说评书 乘不了那么多人 书馆越小越好 最好没有话筒 人少 现在南方呢 还有这个书馆 还保留着 当然人家是南方平话 苏州平谈 人家是正版 那会儿我有幸去过一趟 这个宁波 扬州去那儿 茶馆里边往这儿一坐 这儿摆上一杯茶 听人唱评谈 那感觉非常好 很文雅 现在北方这边这一块 说书的演员越来越少了 听评书的地方也少 现在宣男书馆 雷丽如连先生带着 还在那儿说书 当然那就大书馆了 那也是美兴其感 按理来说 说评书应当是一天一说 当然现在来说呀 办不到 为什么 您在座的各位 咱说甭管您是不是北京人啊 在北京这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特点 听书得具备两点 有闲 有钱 你说天津来说 有钱的人少 但是有闲的人多 所以他那儿书馆卖票 两块三块 进来能听 有那么一帮老人呢 仗着有点退休金的 每天干什么去呢 听书啊 听大谷啊 所以天津的取义 比较繁荣 相对繁荣 现在也不行 北京来说 有钱的人多数 有闲的人可少 而且现在真正有闲 谁还听书了呀 那个 弄粉啊 是吧 泡个吧呀 逛个天上 人家马上又开了 听说 娱乐项目太多了 这个外来文化 对于咱们传统文化 这种冲击啊 这个 咱们说比较大 那么说书 咱们说 还有这么一方净土 不容易 你看我说评书 往这一坐 为什么说书得坐着 有的时候那会儿 在张园有一阵子 开当所专场 那会儿我也说书 上去头一个 搬一坐 往这一坐 底下观众议论纷纷 哎呦这小伙子 二十五岁出头 他敢坐在台上 说多大分 他说师父郭德康 都在台上站着 他敢坐着 这不是让您各位挑衅 说书必须坐着 现在来说 有写个说书的名家 是谁我就甭说了 咱们别提名 提名上交情 他到现在 他自己都说 在台上说书 坐不下去 为什么 稳当不住 真正坐在台上说 这是功夫 而且来说 为什么你看 我们说书的台子 比您各位坐得得高 这是什么规矩 不是为了让您各位看得清楚 离第三十有神明 我们这比您高出一块来 我们离这神明要近 说书话来必须得负责任 这就说书跟说相区别 一上来 不是你爸 不是你爸 什么意思 说书不容易 咱们说这八仙 打哪开呢 您听刚才高峰老师上来 这个唐末送出一张嘴 他这个年代就能表白出来 我这个书不好说 八仙一个人往上捣三杯 这个说什么年代 咱说这个书里边 他没写 我就不能胡说八道 我当初上这个书的时候 拿过来一看 这书里边 没说什么年代 给了四个字的评语 我这书什么年代 上古年间 咱说不是古代 上古年间 离古代还靠上一层 这叫上古年间 那么一说上古年间 这里边设计的很多东西 就不能说 你比方说 行医的 治病的 当官的 作患的 上古年间没有当官的 那会我要跟您各位说 上古年间有一位酋长 你以为非诺书 那不好解释 所以我这个书说起来 中间有些当官作患 只能按照 就说古代 现在来的 按照古代这个语言 给您这么说 各位别挑眼 上古年间 在南战部州 西南方向 有这么一片泽国 这片泽国 现在这个地儿在哪呢 四川贯县 古地平这个地方叫贯口 贯口这个地方 那会儿来说 归谁管呢 谁的封地 二郎神杨简 也就是 玉帝的亲爱 书不好说呀 我最后一个 我后面想说什么 他们前面全给我跑了 我刚才我这书里边 其实跟您说实话 后面有一个龙筷胎 有肉球 他跟我说了 当初我想说大明府 刘远给说了 我说马寿舒适 孙岳给说了 我后面说这个龙 我今儿打龙货爷 这儿开始开 明天机会五 要说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闹谁 闹个龙货爷 我说这个书 我都往一块做 不好说 那么说八仙 咱们这个大灌口 这儿开始开 阳二郎这儿封闭 这一片泽国 靠泽国边上 这儿有这么一座山 叫赫明山 王陆 书上就这么写 一字都不差 郭赫明 那赫明 一名经人 那名赫明山 赫明山这儿 非是凡人所居之地 是当年太上老君 在这儿作画之处 太上老君 咱一提太上老君 您各位可能有知道 认为是谁呢 李丹 也就是李尔啊 那位老子 这个 说太上老君呢 他不是这一个人 太上老君 一辈子有八十一画 怎么叫八十一画 投胎转世一次 这为一画 他一辈子投了八十一次台 第十七次才是李尔 就是咱们现在传的 道家的这位创始人 就是这老子 第十七画 实际当时太上老君 并没有创道教 他那会儿叫道家 那么这个道教 是谁创的呢 在东汉末年呢 有一位张道陵 张陵创道教 当时手底人给他出主意 他创这道教最早 叫五斗米教 一开始张陵想说什么呢 我就算子师爷 打我这儿往下来 有明白人出主 也别去 怎么 一个人败法兄弟 您算老几啊 琢磨这道理 现在这个中土这块 最大的两家 儒教 佛教 那会儿有佛教 有 西汉末年顺丝绸之路 佛教进的中原 说您要想创这么一个教 必须得盖过那个 找来找去 就找到这个 老子李尔身上了 怎么呢 那么儒教创始人都知道 孔子曾经向老子请礼 向老子讨教 按照这岁数来说 当时孔子还在壮年 老子的岁数就已经很大 据历史记载 这个不确切 很多种说法 大伙更倾向于两种 一种说他活了160岁 还有一种说法 活了200岁 按照神话的说法 老子投胎转世 投胎于玄天玉女怀中 由邪下而出 未婚先孕 这有感而孕 这个古代神话故事 讨厌就在这 最讨厌就是这四个字 有感而孕 怎么呢 也就是说没有爷们 自己把这个事情就给完成了 而且这个古代有这个 您看那个鲁迅先生写的处件 就这慈庸件这边 不有吗 娘娘怀太下楚王妃 抱着铁柱子 有感而孕 怀了块铁 后来这块铁打下来之后 雌雄双剑 干将诺爷 就是后来 吕洞宾背的那张把剑 这是当时神话里边 传的有感而孕 你说他打哪来的呢 这玩意不符合科学道理 老子投胎于玄天玉女 这个玄天玉女啊 不光生老子一个人 还生了一个 这个比老子名气还大 叫王母娘娘 不 还生一王母娘娘 这王母娘娘跟玉帝 是什么关系 到现在历史上 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 有说王母娘娘是玉帝他妈 有说是他媳妇 当然没有说是丈母娘的 说什么都有 由打斜下而出 你说这人怎么动刀那么的作用 这是有骨头 老子怀胎八十一载 生下来的时候 据说头和胡子全白了 您看了 人打一落草 占一宝子被 生下来占一大被 活一百六多岁 还说法 活两百岁 这是老子第十七话 投胎 离儿 再往前倒 按照神话说法 投胎第九话的时候 是苍结造字 老子投胎是苍结 就造字那位 第四话的时候 女娲帮补完天 捏了黄土泥的人 中国人不都黄皮疯吗 拿黄土泥捏的 捏的这堆人里边 有一个是太上老君投的胎 往前倒第三话的时候 第三次投胎的时候 他投完了胎 到他死过去一百亿年 盘古开的天地 再往前倒 那也倒怎么不出来了呢 就说老子要按照神话人物来说 有岁数 估计他是最大的一个 要不怎么他叫老子 老子创立道教 打着东汉多年 张领创的道教 说八仙 一说八仙的时候 上八栋中八栋下八栋 是三八二十四位大仙 说法不一 说什么的都有 上八栋神仙 您听有一段快牌 叫刘争醉酒 里边有这么一句 上八栋东方硕西方硕 到现在不知道是西方硕是谁 哪凑这么一位 可能我琢磨这是王富山呢 当年为了赶这辙呀 凑一张下劲 东方说 这是对于西方说 这没这么一个人 那么下八栋神仙呢 说法太多了 有说这里边有李白 有杜甫的 还有说这里边有这个 刘海细心谈那刘海 有说这里边有丑娘娘 下八仙里边就和那位 吴颜娘娘 中立吴颜的 唯独这个中八仙 只有两种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是 这八仙里边 中栋八仙 没有女性 何仙姑那个角是谁听的 是一位姓李的神仙 但是历史上查无此人 后来老百姓呢 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加进去一个女的 您看说所有的这个神怪书 神仙也好 鬼怪也好 尤其是这个天上的神仙 是真武大帝 你说是玉皇大帝 东华帝君 甭关哪路神圈 这是古代来说呢 封建社会啊 帝王将相编算出来的 余化百姓用 八仙则不然 中东八仙 这是老百姓编出来的 这中八仙呢 老百姓心里边 一个美好的愿望 也就是说 凡夫俗子也能成仙 这八仙囊括了世间所有的人 用八个字概括 您算什么 就是咱们现在在座各位 全能囊括在这八个字里 男女老少富贵贫鉴 这么八个字 你说富贵 有富贵吗 有曹国舅富贵 那是大官当年的国舅 我不能细批 因为他是宋朝的 宋朝我一说四弟人宗 曹老师明天别干了 这不能细批 当时我也且说不到曹国舅 我能把高峰头发凹眉冷 你在这说富贵 还有谁 贴冠礼 贴冠礼不应该算贫贱 他不是要饭呢 不是 之前家里边趁旁的趁地 他是富贵人家出身 后文书说 贴冠礼有一个徒弟 洋人 洋人回家探母 把贴冠礼的尸体给烧了 贴冠礼游方七日 这神魂归来之后发现 魂无所依 没办法 文美真人给他指一条道 文美真人啊 贴冠礼的师哥 胎上老军徒弟 到旁有那么一个要饭 你头头他身上 我再赐你几件宝贝 这么着 变成贴冠礼 富贵贫贱 在八仙里边全都囊扑进去了 八仙 开这个 大灌口这开始开 在灌口 现在四川贯县 这一带呢 靠着河边 这河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 今天这回书说完 这河就有名字了 靠着河边有这么一座 二郎真君庙 二郎神的庙 你们这趟地方归他管呢 离这个庙 二里之遥有一个小村庄 村庄里边有这么一户人家 一个寡妇妈带着一个儿子 这寡妇妈呢姓王 王氏 小孩家里边姓平 顾梦平皇那个平嘛 家里姓平 单字一个和字 掉下来就是和平 他叫平和 这小孩大生下来 孝顺 父亲染病死得早 从小家里五六岁开始 跟着干活 家里大事小情 一个人担起来 每天早上起来 你说什么 这个扫窗碟棍 扫房子瓜棍 迪了爷胡盗尿盆 什么家里活全干 顶到七八岁 跟着村里边大人上山砍斋 那会儿家里边没有别的营手 穷人呢 跟着上山砍斋 早上起来偷一件事 先伺候他母亲的起居 就是起来睁眼 天没亮 先出去做早点 家里边有这个米缸 这米缸没满过 家里穷了多少年 小半缸永远都是这么多 靠这卖柴换米啊 快出点来 蒸不了饭 怎么的 米少啊 蒸一顿干饭 后半个月饿着 这不行 每天熬粥 过去来说这个熬粥分几种 有那个粥 您看清朝的时候 康熙年间震灾放粮 有那么一讲究插筷子 筷子扶起 叫人头落地 为什么 放震这官员 你守着这锅粥要是太稀了 这筷子扎里边 它立不住 证明你苛扣这阵粮了 那么他们家熬这什么粥呢 西粥 名副其实的西粥 那个米就是一个 跟着一个跑 在里边谁不挨 好真假 熬这粥 每天都好写着头一件事 熬这个 然后呢 这边切点咸菜一勺 那个上古年间 咱不知道有没有咸菜 书里这么说 说有咸菜 那过去那个咸菜 不老好吃 现在来说这花样居多 铁门八宝菜 东阳那天酱萝卜 王阳臭够 你要什么花样都有 过去没有那 切点咸菜干 苦咸菜挑 他这做得了早点 熬完了粥 烧完了柴 咸菜切好了 母亲差不多 该张眼了 然后伺候母亲的起居 他这母亲呢 早年伺候孩子 不容易 寡妇带孩子 给人家风帘补战 风风补补 戏戏 在灯底下干个活 把这个眼睛就熬瞎了 熬到最后 这眼神实在不济 坐这看不见表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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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天上你们劲儿 你这一楼不过 啪就掉下去了 当然这个眼神好坏 分其中 怎么有那眼神坏 是真眼神坏 高松着 那表他看不见 谢杰他媳妇长挺漂亮的 刚才说的公女儿 谢杰他媳妇那时候 我们奶奶那时候 他他婶 如果张主照的 你看他眼神不见 哪有眼睛 你一瞎看 他母亲这眼睛呢 常年干活 熬虾 熬到最后 什么样呢 这个眼睛就一点东西都看不见了 可是有一点有感光 怎么呢 你说今儿外边是天亮了 是天黑了 能感觉出来 可是这个眼睛啊 看不见东西 你说哪有东西 离这么近 不知道这是什么 跟近视眼还不一样 这眼里边蒙蒙隆隆啊 有异物 就好像有东西一样 眼里生蒙了 长这东西 那你想想 小平和这么点岁数 七八岁 母亲眼睛也看不见了 什么活干不了 怎么办呢 自己支撑一个家 伺候母亲起居 然后呢 出去打柴 有上山上 他打柴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呢 哪这个林子深 哪这柴又好 上哪打 打柴又分讲究 多少种木头 你看现在来说 这个卖北京烤鸭 怎么叫正宗北京烤鸭 挂炉烤鸭里边 用那炭火 必须得是果木 最好的得是什么呢 梨的木头 产的梨呀 得是那木头 那出来的 崩酵酥脆 干口天 这烤鸭好吃 你哥呢 有的那个 外地人不懂的 也干烤鸭 弄了烤鸭多的时候 你拿着嘴里撕去吧 跟棉花似 半片嚼不碎 吃这烤鸭片 拿这刀片不开 也是中餐的刀 西餐刀 都全拍 但是不叫毛鸭 柴我也分讲究 用什么柴 他这柴打下来 前后一个扁的 两捆 这两捆 加起来最少得说 四五百斤 七八岁小孩 单四五百斤东西 连颠带 爬从山上 晃晃悠悠下来 拿回家去 这个柴呀 搁到房檐底下 过去那个房檐都长 不能让水哨了 下雨不能淋着 房檐底下 椅子排开 用太阳先晒 晒着想干 再拿出去卖 这柴好烧 每天上山打柴 到巷头呢 顶着太阳快落山 回家 上河边 杠斧子去 磨刀骨砍排骨 先杠斧子 等到晚上 偏管黑了 找一书玩 你听那书 弄一小本 记一记 你没带着 不带着 这都有冤心 知道吗 这孩子爱学习 咱说这得捧 夸你拿 你甭鼓掌 当时那会开玩笑 大小 母亲眼睛一下 平和心里边 自己案例一致 什么呢 自己要求先防盗 把母亲这病治好 您可别注意 他说的可不是求医防药 求先防盗 那个年头 这个乌医不分家 挑大侧的 跟这看病了 这俩是一家 直到解放以后 那会儿中医还不被当权者重视 老说 带过西医怎么能好 你看人家那个 雀业图画的 怎么拿过来 中医者一看 这不当年就是咱们那经落图吗 那有黄帝内经那天就是这个 这有什么新鲜 早先不受重视 说认为那是封建迷信 你可说 你说这个东西 它有利有弊 有可信的地方 早先那会儿 没有说求医防药 求先防盗 要给母亲这眼睛治好 心里不服啊 大小啊 这孩子就 这个脾气就僵 但是心眼好 整天恨 恨谁 恨天 我母亲一辈子勤勤恳恳 本本愤愤 怎么到头来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这眼睛瞎了 每天上山大柴 闲暇之余呢 就仿 哪地儿有这个神仙 有会跳绳的 有能看病的 就找这 所以这天上山砍柴 早上起来出去 刚到山上 乌云密布 嘎嘎啦啦 一响雷天将大雨 这雨给他下来 小平和广心里去 正挑着常见 那可常在山上打柴 哪有碰不上雨的呢 简单大点柴 也没说背多大 你说找这干柴也不好找 挑着梁捆柴 很秋 从山上下来 想找地儿背鱼 走着走着 就看远处半山腰上 出现这么一个人 看这位 年纪很大 头和胡子全白了 离远处看 看身上穿上大宝 手里拿这家伙事 这应该是一个道人 修仙了道之人 离着老远看 他怎么注意这人呢 山上打柴 遇见一个人 一块被雨完 不是 这人跟别人吗 不一样 怎么 他从山上下来 这背后一道惊战 从山上走下来 很轻松 孩子一看 这人许有点本事 怎么着 追他 挑这困台 登登登跑下来 跑着跑着一走走 不对 怎么呢 单着这玩意儿背 跟着追他 哪追不上 挑着往旁边一扔 可就跑下来 小孩腿快 不知了累 越跑越近 跑得近是跑得近 可有意见就是追不上 一看那老头在前面 也不跑 手里拿着一杆浮尘 很轻松的走山道 但是非常快 平和一琢磨 那更得追了 这宝奇 这时候神仙 还是什么 不好说 越来越近 抬头一看 这老头 好 好像貌 头上带酒粮稻金 迎门欠眉 越霜飘带 往后飘洒 身上穿着一件 素白色的道袍 身上连个鱼点都没有 都得掏出手机 到手机干什么 你看说哪儿忘了不是 他身穿素白色道袍 身上一个鱼点都没有 妖树水火磁涛 底下宝蓝色中心 白蜡女蝎 往脸上看 鹤发平衍 这老头 头脑子白了 可这脸上一个折都没有 手里拿这杆浮尘 一看这浮尘呢 浮尘是什么的 蚂蚁呗 坐的那一沾水 这东西都抱串了 他也没有 轻巧飘过来 一咋刷刷的 哎呦 你看这个好 这雨还下了 要说一般小毛毛雨就算了 飘泼大雨呀 赶紧追到进前 登登登几步 往前一强步 扑通一下 往这儿一跪 不起来了 给这老道士吓一跳 往这儿一跪 这位仙长 晴良 哎呦 高见高见高见 老道身手给孩子看起来 哎呀 这位小哥 你我皆是形容之恩 走之此处 身世大理 确实为何 咱都是走道的 你过来跪倒 给我坤头 这算怎么回事 仙长 我官仙长 身带金光 必有艺术 你看你身上有官 准之你不是一般人 你得有点能耐 我想求仙长一件事情 有什么事你说 姿势频道能办得到 自当尽力相助 仙长 我家高堂老母身上有病 我想请您去给我母亲看个病 哦 啊啊啊啊啊啊 老道一兄这话笑了 小哥 哎 起来起来起来 这说话给掺起来 非是频道夸口 我许你这么一句 敢说这天下所有的病 没我不能治 平和听到这样 眼泪差点没下 哭通一下 二次跪到磕头 邦当一下 跟刚才可不一样 想脱碰壁 蹭一脑的你 老道过来一掺 哎 哎你先别跪我没说完呢 除了眼瞎 什么病都治 哈哈哈哈 平和站起来 担担鼓 回家 哈哈哈 老道后边一把给这儿担担鼓 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这位县长 我可不知道您是不是成心 您这不逗我玩吗 我家老母亲没有别的病 身体都硬 就是眼睛看不见 我就是给您科安保障 您告诉我什么病都治 就是不治瞎眼 他说我不说回见说着 小哥 你把你笑的 你别看我治不了这瞎眼 我可知道怎么治 我治不了 但我知道什么犯能治 我来问你 你是不是姓平啊 是啊 你单自一个和 对 我叫你和 自由丧妇 母亲守寡多年 是 你上山打拆为生 你看我李历长是怎么着 都知道 老神仙 您这有什么法能治 好 我教你一法 你听不听我的 听哪 这我都求到您这了 能不听您呢 你跟我走 我走多快 你可得也走多快 能跟上 能跟上 老道偷着走 平和后边跟着 有打半山腰的地方 一直往前走 来到这河边 还没名字啊 这河没名字 到这河边 一直走这三四十里路 河边有这么一棵大柳树 一看这棵树 没有千年 得有八九百年 好大一棵树 到这树边上 往这河里一指 平和你来看 平和说 看什么呢 就在这个河里边 有一条龙 您再说一遍 就在这河里有一条龙啊 我听说龙没见过 您这不是护毛 护毛你知道干什么呀 这有一条龙 修炼万年有余 未得正果 我说神仙这活不是能干的 修炼一万年没得正果 那老板凭一复狙击也凭上了是吧 当工员比较少事 一万年没得正果 他在此处 虽然也说每天修炼 西取日经月化 可是有意见 他没有积过德行过善 没有做过什么善事 当然 他在此处也并未杀过生 也没说他在这块 跟妖精似的 就吃人 没有 没杀过生 每天这条龙修炼 一早一晚 子午二十 每天中午 每天夜里头 也搁现在终点说 中午十二点 晚上零点 这两个终点啊 这条龙游打这河里边 把这脑袋探出来 他修炼万年有一颗内丹 这颗丹是红的 把这颗树子吐出口外 西取日经月化 每天正当午 迎着太阳吐一挥 每天夜里边紫时 迎着月亮吐一挥 每天修炼 你白天边来 晚上来 白天因为你在这边 一片开过地 周围不伟大 你这一站就凭他 一眼就能看见你 夜里来 这棵树大 你躲在这棵树后 到时我教你一句咒语 你朝这棵株子 你可看清楚了 他离着这龙嘴 有三尺的距离 你再念咒 离近了不管用 离远的也不管用 约巴着有三尺左右远 你手掐去个口念咒 就照我教你的这个咒语 念一声 这颗珠子能飞到你手里 然后你扭头就跑 千万别回头 那人家干嘛 那不干了 不干我就这么跑了 哎我有法啊 到时我在暗中相助于你 我让这龙伤不了了 你把这颗珠子拿回去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不是说光治你母亲的病 这珠子你要什么有什么 想要什么东西 朝这珠子学 供在堂前 找红线挂起来 别早眼啊 这不是看手串 你早眼废 找红丝线 司马传提 正了一道 反了一道 党一诗字 挂在堂前 想要什么东西 趁他默念 到时候 这珠子就归你了 哦哦 多谢仙长 哎 甭客气 出家之人嘛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说到此处这老 到一跺脚 听到 蓄泥 齿瓦一百 浮沉 一道金光 说话 就飞出去 他这一飞不着紧 风破天上 云层这鱼 我都散了 平河望着的远去的背景 都临透了 突然想起一事 这咒语到底怎么念 哈哈哈哈 哎 你别走啊 没说呢 走太招 你这话怎么错 我那柴子 扭头找在这柴蛋 要扭头 刚走还没走的时候 这老大吵 飞回来 我想起一个事 哈哈哈哈 肉又还没教你 哈哈哈哈 当神典的好理解啊 咋不能那么多 教你念这咒语 这咒语怎么念 傅着过来 怎么呢 到房说话 草坑里有人听啊 你过来 我怕这念 冰的针的橘子似的 这有个例子 哈哈哈哈 要肯定啊 就窜了是吧 哈哈哈哈 要屏住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贫大了 你也别跑 哈哈 还有什么别的事 没教你吗 没有了 说着话 一道金光 平和心里高兴 把这柴子找回来 往肩上一担 有个不打柴子 顺着山上 登登登登 跑回来 回到家里边 蹲蹲站上不合适 走走遛走不合适 怎么高兴 兴奋 在櫺边背熟 也快揍了 那会儿没表啊 什么时候去 一直自食 自食之前 我到这 大概有个几十里地 几十里地 我掐门 我这去的时候是 一小时 我能走多少步 说 老太太 看不见她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听着 儿子在屋里 好像来回溜达 什么 有动静 儿子啊 娘 天晚上 那赶紧睡吧 你先睡 你先睡 我过去把那柴 拾吃吃了 哎 服侍老太太上妆 天道定睛 刚擦盆啊 平和有点假的出来了 早去 一直走到这个河边 这棵大柳树底下 走到这儿 把书包往这儿一放 电脑打开 上宝先聊 我客户 龙什么时候出来啊 这边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年头没着 到树底下这儿 等着 等这条龙出来 那么来到这份的时候呢 这会儿天可就已经快到紫时 紫时什么时候呢 按目下 他把终点说 今天夜里边十一点到四日凌晨一点这两个钟头 这为紫时 他到这份的木下终点 也就是夜里边十一点刚过来到这儿 走啊 这会儿可已经紫时了 这会儿已经算紫时了 我来个晚不晚这个龙出来呗 他在河边看 一看这河面微风吹动 波光临敬 怎么着月亮地儿一照 好 万情的波涛 风吹在嘴边蹭蹭了 哎呀这有万变 怎么叫万变 也不过有啊 一看这河面 特别好 小油小虾水草什么都有 在这水里边这么有 好不漂亮 你说这龙什么时候出来了 这会儿已经紫时了 一直到紫时症当中 也就是现在说夜里零点 这个水面可就没有洞进了 刚才还有点水波纹 现在一点水波纹都没有了 如死水一般 鱼下面还有 围着水草来回转 这老道不骗我 平和琢磨半天 忽然间就看着水面中间 也不知道 是谁往里扔快石头还是怎么着 这水中间就看着鱼虾里 一个圆圈就往寺外开始游 可是水面还是平的 一点洞就没有了 小鱼小虾全散开就在这水中 开着把碗帽泡了 平和看着能涮了是怎么着 平和看着 就看水中一片湖光 游打水以后 呼拉一下 这龙脑袋就钻过来 平和王半圈风中一看 饿得可天 要不老道让我在书后躲着 这我要白天来了 这一眼看着 独狗的森牙缝 这龙脑袋多的哥儿 由对面德云社剧场的半拉剧场的大人说 那没大人猪根探照动呢 两个人兄弟在干嘛 怕死了 我车车一看不长 这会儿我旁边要站一个人 把马瓜一拖我还进去 没怎么说呢 咱老听说这个神话里边有龙 中国古老的图腾 龙长什么模样 极众象之俗 所有这些个动物的相貌 全在龙身上一人体现出来 你看这个龙啊 他是牛头 马脸 狮鼻 胡眼 莽身鹿角 鹰爪 裂尾 虾米须 虾米须啊 那俩子跟那虾米似 猎尾 怎么叫猎尾呢 你看狮子长那个 公狮子长毛这一圈 这叫猎 狮猎 它的尾巴跟狮猎一样 牛头 马脸 狮鼻 胡眼 莽身鹿角 鹰爪 鹿尾 鹿尾 相续 就这么一个龙的形象 可是这龙呢 有道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就露一脑袋出来 全身都看不见 这龙脑袋在离水面 他有三丈多高 俩前爪在外边露了 半旋风中 这脑袋仰着去看龙腿 大笑就张开 油大在嘴里边一片红光 这颗猪子就飞出来 忽大忽小 有多个儿呢 石像鞭子 石像针子 石像李子 石像栗子 石像栗 平哥明白了 这咒语这么来的 看着这颗猪子 这一嘴越来越远 大约吗 有这么三尺远的时候 手下约口的眼睛 这颗猪子 这颗猪子 最后还得一蹦一下 两下 拿这猪子到掌中一清 多大个儿 有一个李子这么大个儿 可就定型了 洪风崩陷 拿着眼睛看 好家 真谎眼哪 光摇了一下 这只眼瞎 又敢看 把手碰一下 钻住了 详细一句话 扭头赶紧跑 别回头 赶紧转身 这龙在前面盘着 瞪眼看 老道夸了 他不说我回头跑没事 正在这时候一看这龙张嘴过来 他以为这龙要把他吞了 可不是 龙没有伤人的心 龙有龙心 这条龙在水里修炼万年有一节 没修成人形 他不会说话 半凡会说话 商量商量 咱们爹爷们 让我都不欢我 天几龙这是 半凡能说话 这龙张嘴说话 没有 过着张嘴 那意思要把这猪子吞回去 正在这时候半圈空中一肥雷 就披在这龙前面 就听半圈空中有人说话 尼龙 修得无礼 这条龙往上一抬头 半圈空中谁啊 就是白天内老道 那么这人是谁 书龙万秒 太上老君的三徒弟 九天飘渺真人 奉太上老君之令 下凡间度化平和 一指这条龙 尼龙 你在此处修炼万年 未得正果 今天我派这个人过来找你 是为了给你了却一桩心事 了却什么心事 你在这修炼这么长时间 没得正果 为什么你没其得行善 这颗猪子现在让你交给平和 他是此处一方的孝子 这个人心眼最善 让他拿着你这颗猪子外出行善 给你基因功 到时候你虽然没有这颗猪子 你这个尸身不保 到时候这龙体就废了 可你的灵魂尚在此处 可游离此河不走 还在这河里边待着你走不了 等三年功德已满再回来了 却你万年的功效 就说让他拿这猪子替你出去做好事 回来之后这功德算你的 这龙抬头看看九天飘渺真人 心里话说 他说不出来啊 那意思这猪子拿走 我知道拿去干什么去 怎么他走要不回来呢 这猪子要什么有什么 要车来车要房来房 木面来米木面来米 木钱来大子钱是吧 就他拿走不回来怎么办 抬头看着 你不必担心 虽然你这个魂灵还在此中 尸体没有了 到时我自有办法让你戒尸还魂 这时候平和在旁边 乍里谈他问一句 道长 他怎么个戒尸还魂 天际不可泄露 都劝责这句话 平和不知道后来怎么回事 他要知道说什么也不帮这龙这麻 戒谁的时候怎么还魂 戒他的诗 三天以后死的是他 当时这伏笔仙买给您各位 怎么死的后人说您再听 拿这颗珠子赶紧回去 回到家里边给老娘治病 戒了之后 一琢磨念什么咒语 怎么给母亲治病 等到了家里边 老娘这天可已经亮了 也没做到脸 母亲起来饿呀 喊儿子 儿子啊 在哪儿呢 她是刚打门门起来 娘 我这个出去给您找药去 哦 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呀 呀 我没见过哪儿 哎 老太脸那边 你等会儿 揉揉眼睛 我看见了 儿子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来怎么去怎么去怎么来 平和一五一十告诉母亲 这珠子怎么怎么回事 神剑刺的九天飘飘真人 这是一颗龙丹 哎呀 这珠子就这么大好处 能治脸下 不光治脸下 要什么有什么 哎呀好好好 你当真的说 我当真的听 老太脸说 我们哪有哪个事去 要什么有什么 儿子 早晨起来 你看这天已大亮 一宿未归 你饿不饿呀 这是你当娘的这种心态 自己多饿 不说 先问儿子 你饿不饿呀 哎呀 娘我不饿 您饿了吧 我去给您熬粥去 到了米缸旁边 一掀这缸盖 娘咱蒸饭吧 这怎么回事 米缸满了 平常没满过 要什么有什么呀 老娘说蒸饭 啊好 别蒸饭 咱们不蒸饭 哪有哪有 蒸饭 吃咸菜 你这是不配套 你们知道吗 这过去的鱼米之香 鱼米之香 有米得有鱼 说完这话 就听到那儿 到那儿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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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到那儿一看 里边一围鲤鱼 哦 真要什么有什么 拿出这鱼来 她娘看着一眼 这个 她娘一摆手 做不了 怎么呢 你做这儿 得有油盐酱醋 不是吗 刚说完 旁边脸盆 呼下了一盆酱油出来 老太女头一看 闲的 老抽 那年头有没有老抽 那谁知道 哎呀 你是这个 这要有人给咱做 你别说了 这屋里忽悠一下 出了一大活人 你说这人下什么下什么 娘啊 别说了 这东西真是要什么有什么 宝贝啊 赶紧红线拴起来 往这屋子里边一供 她母亲在旁边说一句 儿啊 现在咱家里边也是富得流油了 吃货不愁了 也准备盖起小楼了 什么都有了 这老太太四六八句 唯独有一桩心愿 儿啊 你如今年长一十六岁 你可该娶妻吧 过去来说十六岁 结婚呢 不算大事儿 早先你说这个梁山伯 朱鸣台 朱鸣台 他谈恋爱那会儿十四岁 按照原文记载啊 他跟这个梁山伯 谈恋爱那会儿十四岁 罗美奥朱丽业 朱丽业那年十二岁 您看《红楼梦》 贾宝玉出世与女情 十二岁 当然我们这帮说相更早啊 那就不能戏锅了 拿高峰来说 头发都茫眉了 哦 哦什么 胡说八道 没有这个事儿 说你该取亲了 凭和一百种娘 孩儿不考虑这些事情 怎么了 我跟那神仙有个约会 神仙有个约会 有个约定 什么约定 这老龙在此修炼万年 没有老龙爷这颗丹 微娘的眼睛 好不了 咱家里过不了这富裕日子 如今这老龙三年之内 他的功德必须圆满 我得拿这颗珠子替他出去行善 可我现在还没想出来 我拿这出去干什么 老娘一听也知识 你这个想法是好的 可这个孩子你也糊涂 你拿这个给我干了什么事儿 你替我看了病 你拿这珠子 你也出去看病去 十里八村都走哪串哪 你到哪有病人的 你拿出来 针子针子 你这一念是吧 那边病就好了 到时候你这不就急功行善了吗 好好好 就以老娘之见 打这儿起 听说我每天出的打财 出一挣钱 看病的不要钱 还不跟现在似的 是吧 这过去来说早些年 你说话多 你说扁确 那些个人 他真正说指这个 发家制服吗 没有 过去医者父母心 他怎么叫父母心 哪有个问自己家 孩子小孩要钱的 过去中国来说 不讲成这个 现在 你这边 这病人哥是停着 你不交出院费 你不交交给我给你看 定死活该 不赖我死去 就这过去就是 现在这看病不都这样 拿这猪子出去 四方行善 走到一个村子里边 到这边往这一坐 支一盘 盘上写着字 可能也是雅骨文的 什么字都不知道 写着包治百病 比方说吧 写着那么几个字 往这一支 他也不会腰 过去来给我讲 九枪十八 叫宗生俏鞋 那腰火最重要 他不会啊 村口这儿 找一杆栏 这儿就跟我盘 往这儿一坐 就是这牌 怀里揣着这颗树子 你要不说话 就过这儿问 哪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 这个小哥 你在这儿等谁啊 我等谁干什么 我是看病 奥习会看病 你能看什么病 跟您这么说 就这世上所有的病 没有我不能治的 当然那人没有说 不治瞎眼是吗 他不能说这话 专治瞎眼 您这话大 一传十十分百 靠这村子里边全知道 有这么一家 两个小孩过来 大夫 您给看 我们家这孩子 大生下来 不会说话 天生的哑巴 哎呀 你给我过来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假不假是 张嘴啊啊 看 这样不出声 干张嘴 小孩 回来把这珠子掏出来 按理说 你说你身上有宝贝 这个不能随便外露 平和没这个心眼 小孩啊 十六七岁 拿起这珠子 他外边来 牙巴要的别老 这是您念啊 小孩张嘴 哎 嗯 一张嘴 爸爸那边 哎 高兴 抄上 刚才来 背书怎么来的 小孩一张嘴 说话 哎呦 这村里头就炸了 怎么 这大夫能治病 好 这边找来 一看这边的 您是什么病 这边我家里边老父亲呢 瞎眼 哎呀 正对我枪口 走走走走 这村里一村人都跟着啊 这家有一些瞎子 他说能治 呼啦吵一下 一村人全都炸过来 哎 中国人有这么一优良传统 套大堆 你说哪一流啊 一流行这个 这有吊渣饼 我俩都买豆瓣了 嗯 这样你说现在这个 征途已经出二了 咱都玩这个瓶 都玩这个 哈哈 哈哈 我们家这 你玩这个 我老丈人玩这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在这 我怎么知道 征途有一个二 我都不知道 你说哪个地儿 这一地儿先 新开巷园 咱都吃下去吧 啊 最近 哎呀 说书了 都说书了 哈哈 哈哈 会不会都当我儿子做啊 哈哈 哈哈 上一白 当偶像也当叔叔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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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乐是吧 哈哈 哈哈 反正有个村里人都去过来了 看病 说这能治瞎子到这屋里来 你恰觉一年这种 都整眼看着 这边有瘸子 咱们儿来瘸子 挑着五斤瘸子 一年 哈哈哈哈 看什么都有啊 这小鱼 站起来能走到 一连 三年过去 咱说好简单 有疏则长 无疏则短 一连三年过去 这个功德积的可就不少了 眼看 这个平和积的多少功德呢 四百九十九件 还差一件 拿这个东西到哪儿治病呢 平和这个嘴太差了 得谁跟谁说 人家有好奇的 一看了大夫 您这个治病 一不扎针 二是开方的 也不抓药 您这是拿什么治病 就拿这个 把这单一掏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来怎么去 怎么去怎么来 把这医小师叔给您说一遍 当时我怎么得的这个 怎么碰着神经 这个话您说能说吗 您好话说与好人听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传来传去 当地有这么一个做官的官长 不说酋长 当地有这么一个官长 这人姓毛丹子名虎 人送一套叫消灭虎 这消灭虎啊 得到这些儿 听说有这么一颗猪子 能看病 神病的东西 而且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 没你来 你没免来 没钱来 你打的钱 我说这也太好了 跟家里边她媳妇 她媳妇那种胡 胡适 跟胡适大男的一上 这个 听说有可能一个猪子 把这个猪子 我派俩人过去 咱给抢来 咱闺女那个病 病那些年子 糊里糊涂 他归隐啊 这消灭虎 有一位归隐 得于什么病 疯癫之症 每天非得说 我要上天 我要做玉皇大帝 我要出领三叶 我是真偶骗子 每天都说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就不是病 妖魔复蹄 妖魔复蹄 这个病 那拿这颗龙珠子 能不能看 能看 他说要抢 胡适给拦住了 不能怎么办 这个人现在名气太大了 桑月市里八村 没有不知道这个平和的 都知道大孝子 而且又说善人有人管了 听大善人 大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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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善人 是吧 你不能这么办 想来回去 怎么呢 好言好语 派人下荆铁军 请 请到府里来 哪怕多花点钱 咱给他买过来 把这猪子都不说要你的 买过来 不给钱 咱家有钱 好主意 就这么办 赶紧的派人 去请这平和 派家这差人 简单说 到家里面疫情 平安一天 有地儿 有病人 那就去看看 拿着珠子就来了 臨走之前 跟母亲嘱咐那两天 儿啊 这个官府的人 不好打交道 你确实之后 说话办事 要处处留神 你可多注意 跟当官说话 可有一特点 这当官的人呢 说翻脸就翻脸 那翻脸比翻书快 这个自古以来都这样 搞军事人不要命 搞政治的人 啊 有录音我不能说啊 你各位理解些了 到那儿去 到那儿去 多家小钱 哎 娘好痴子 拿着痴子来 一到门口 好家伙 吹三筒打三筒 五月相迎 这小面子 我亲自游出来 降街相迎 哎呦 平大夫 平大事 您奶爸 赶紧里边 乡里边乡 叫着管家小班 赶紧去 这个清茶倒水 赶紧的包汤 拿瓶沫 切西瓜 快快快 上上 这就玉 刚喝 没两口茶 酒宴百下 这就 哎 不吵极 不吵极 全喝一白手 啊 毛大官人 知道 这家姓毛毛大官人 您家里边的定人 是不是让我先看一下 您随我后院来 到后院了 柴房啊 柴房啊 柴房的门禁锁 里边有一个姑娘 蹭蹭蹭灭 衣衫蓝绿 屎尿堆里边躺着 我是斩头天子 我要 头领三年 我不是一个人 胡言乱语 那么平和行一三年拿这珠子见没见过妖怪 山精也怪见得多了 拿这珠子定睛一看 这是什么妖怪 书中暗描 好 这是一个蛟龙成精 怎么叫蛟龙成精 您看咱们中国古代 怎么叫龙 两个基角那叫龙 一个基角那叫蛟 这是什么 蛟龙成精 你看这不叫事儿 这蛟龙修炼了有几年了 可是有一节 这个道行还不神 后来说这个蛟龙还得出来 他后来再投胎 投胎孙仙次 跟孙仙次的母亲 一母所生 投胎邦京府中 这邦京生下两个儿子 一个孙仙次 一个老蛟龙 到后来这个孙仙次 准时投胎 张国老 老蛟龙转时投胎之后 坐胎他要调戏这个 生活调戏这棒鸣 你琢磨这老蛟龙多不是东西 这是后文书啊 咱最起码 照这个进度能说到 一个月之内啊 我能说到这儿 我先麦给你啊 到后文书这段太热了 哈哈哈哈 你可买票听啊二货 你这不贵啊 我跟这儿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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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这珠子一看老蛟龙 俯足为奇 恰绝念中 这珠子一到洪光老蛟龙 就跑了 这姑娘在柴房里面 哭通倒地 当时不凭人事 哎呦 赶紧就是这 怎么回事儿 咱们掐人工 别吹啊 一吹回不来了 过去 一帮人过去忙 一掐人工 半个啥 口一吐唱 一醒过来 哦 爹娘 我这是在哪儿啊 哎呦 可明白我来了 赶紧的 赶紧的是 倒茶切西瓜 你别别 倒茶切西瓜 胡适过了 拦不赶紧白酒 快点款待 这位平大夫 这位平仙长 这位平大善人 好好好 酒批烟监 推杯观战 这儿一聊 说起这事儿来了 平大夫 跟您商量了一事儿 什么事儿 您说 您这个珠子 真是宝贝 他是怎么来的呢 怎么来怎么去 等他一说 哦 跟川文一样 好好好 平大善人 我想多花点银钱 我不说买啊 我不说买 您商量我 您看行不行 我就是拿手 玩两天 哈哈 记得行善是吧 我也享受一下这种 光荣的心情 您能不能伤给我啊 我多花点钱 哦 这可不行 怎么 这是当初先掌给我的 飘飘真人 他给我让我拿 这早晚也不是我的东西 还得还给人家老公 呃 官长您日理万机 您是这一代的官长啊 您整天忙的正事多了 哪有这种功夫出去行善 给人看病呢 呃 还是我拿着 呃 还是我拿着 看这个 给点面子 呃 呃 呃 我这给您 座衣 好 您 取公 取公 不行 我擒 您 请安 请安 不行 我不让我 messed up 小学过来 你 tails 你拆手 植手 辖 来啦 五兄 座衣不改 不改 磕头请安都不悲 不悲 那我要是派人打上你再给 那可就完了 平和着脾气耿着腰 好 你敢打人说的这样后面有一大扇子 大有一扇 不改 不改 就不改 咬死了 不改 这帮人胡拿钞 所有家长的事 怎么了 听着说什么 胡拿钞 这帮人往前以为 所有家长上的那意思是要抢这桌子 平和他俩眼珠子往嘴门 咕隆咕咕一下 咽着这儿了 他这咽着可不要紧 当时面目全非 这俩眼珠子的灯泡 给他灯泡不大 整个儿脸金黄金黄的 慢慢散着黄光 抬头子那一散开 啊呜呜呜呜一声 屋里所有人传下巴了 这怎么回事 这平和呀 也顾不得骂着他 顾不得骂着他 哪来这么一句 摘起山来到外就跑 干什么回家 回到家里往老娘跟前哭通一跪 娘啊 孩儿我闯了祸了 哎呦 你儿父 你不会变成龙吧 刚说到这儿 咔啦一响 那边房顶了 踢一条 一道金光 老太子往半圈空中定睛一看 抽自己的四大嘴 我这张鱼鸭嘴 怎么呢 真变成龙了 这龙回头一看 平和一看 低头自己 哎呦 你怎么变成龙啊 心里话说 好你个小梅胡啊 我要是凡事我治不了你 现在我变成龙了 我回去我再让你报仇 他想报仇啊 可了不得 怎么呢 他又忘了一件事 他刚变成龙 这龙的生活习性 他一看不懂啊 咱都看了新游戏 龙爷出来打仨替门下场雨 他想翻身回头 那意思奔毛虎他们家 他要一翻身 广口这一带两千余里 全部变成汪洋大爱 连他五千都得淹在里边 他不知道 眼看就要回头 要用广口周围这一带 百姓性能如何 咱们下堆 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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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清早 明天下午还是德云一对大人说 好 感谢各位 明天下午还是德云一层的 请不吝点赞 谢谢 rulers